高师大展现精准外线 UBA男子组复赛第一天由政大出战高师大 上半场两队得分不分宣制 跟队友空中接力拿下两分 不过政大上半场因失误过多 一度让高师大超前比分 但到了第三节政大发起猛烈追分攻势 第三节拉开比分后 政大开始换上板凳球员 替补上场的大一新生许浩翔 展现跟队友完美默契 透过积极组织进攻全力防守 中场正大以78比64拿下胜利 肩负控球重责大任的尤爱哲 认为自己对场地还不够熟悉 在进攻端就是可能因为第一场 然后适应场地可能还要再习惯一下 就是今天的控胆把握度没有那么高 对就是觉得自己在进攻端 有时候也有一点犹豫 因为一开始坐在下面的时候 就必须要自己好好调整自己的心的 然后就是不要说教练或是突然叫你上去 然后你也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对啊我就有把自己准备好 然后我就好好去保护上场时间 就认真防守然后去带动进攻 而替补上场的大一球员许浩翔 对于自己表现谦虚的说 能帮助球队最重要 能够帮助球队最好 因为毕竟争取上场时间是最重要的事情 就不要管自己的表现 自己本身表现 而就是帮助到球队这样 下半场也有在几波的防守加压上面 得到一些球权 让我们这些球能够顺利的去转换成进球 所以这样有一波的第三节 去这样的方式去拉开 那后面的板凳补上来 也有延续到这样的公司 拿下赴赛首胜的政大 还得再跟其他球队拼战七天 才能知道四强门票是否到手 也是新闻 JUKU的路上台北市采访报道 高雄新圆明会鼓励说足语